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持續帶您來關基金 這整個國際局勢 那麼我們現在帶您看到的是 拜登退選之後 那麼中國威壓主席習近平 是不是要面對更多的 黑天鵝跟灰犀牛 拜登退出了美國總統競選 川普執政時期 發動了中美貿易戰 對大陸的商品加徵 關稅到現在都還沒有削減 習近平當局 已經為了川普重返白宮 已經開始在做準備了 大陸的官媒經濟日報就說了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是金融工作的有本主題 當前的金融風險誘因 和形態更加的複雜 所以必須時刻警惕各種 黑天鵝灰犀牛的事件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工作 是絕對不能放鬆的 到底是川普好還是拜登好 中國學者看這個沒選 他們說就等於是 兩碗毒藥二選一 但現在就算把拜登 換成了賀錦麗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碗毒藥呢 那麼現在他們就說了 習近平更注重中美的 民間商業周流 那麼王毅跟何立峰 分務美中貿委會的代表團 談及到的是三中全會 推動深化改革 那麼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 王毅以及國務院的 副總理何立峰 那麼在7月22號 分別在北京會見了 到訪的美中貿易全國委會 董事會主席 辛柏文率領的代表團 還留下了這些照片 那麼美中貿易會的董事長主席 這個辛柏文就講到了 他們就說了 其實這一次來還包括了 波音總裁 那麼也包括聯邦快遞的執行長 那麼很多的大咖都一起跟著來 那麼中國政府要保持政策的一致性 連貫性 穩定性 最包括在美國在內的外國企業 繼續長期的在中國投資 是至關重要的 但現在呢 這個大陸的官媒 欲冤談天說了 三中全會剛剛開完 蘋果 高通 美光等美氣高層 都趕快組團來到了大陸 那麼外交部長王毅就說了 任何改變中國的制度 道路的企圖都是徒勞的 你看7月22號 一群美氣主管提前一個小時 先到了人民大會堂內 期待與中國這一方來相見 其中一位更不斷強調 中美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欲冤談天就講到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訪問名單上面 有包括了蘋果 高通的負責人 在大陸擁有龐大業務的老熟人 三中全會剛結束 他們幾乎是用這樣跑步 用這樣來形容來到了中國大陸 可見美國企業跟大陸合作的意願 不僅沒有減少 反而再加強 所以中國大陸的市場對於他們而言 還是有吸引力的 只不過現在美國的晶片 是不是不想放棄大陸市場呢 現在揮達被曝再出一個 中國特工版的AI晶片 那麼就是這一款B20 他們說揮達計劃將浪潮信息合作呢 那麼推出並分銷這款晶片 晶片的計劃將以2025年的第二季開始出貨 只不過浪潮信息是否認了這樣的消息 強調沒有屬實 但是揮達降規格的晶片傳出競銷大陸 包括了偽創 音業達都可能受到衝擊 因為美中科技戰在升溫 白宮傳出有意擴大揮達的AI晶片銷路管制 連現行降規版的H20晶片都東通不准賣 那麼現在美股機構就說了 揮達中國特工晶片H20可能遭到禁售 造成了120億元的損失 而且還是美元哦 大陸晶片封裝將要為主流長江存儲的動作 點出半導體的機會 他說預測在不久的未來 封裝技術重要性恐怕會超過晶圓製造技術的重要性 那麼大陸晶片產業沒有達到爆發式的增長 那麼未來三到五年就會看到 不過現在大家很關注的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他緊張展開了亞洲六國之席 加強美國跟亞洲盟友的關係 全部在拜登退選之後很多人都很關注起 接下來大家會不會給布林肯好臉色看 但是他將在7月24號啟程為期10天的亞洲之席 希望在美中競爭的印太地區 加強美國和主要盟友的關係 美國是不是要對中國來形成一個包圍 你可以看到他訪問的包括了蒙古 遼國 新加坡 越南 菲律賓 日本 有人說這樣子的政策是不是等於是包圍中國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帥將軍 您怎麼看這個拜登退選 接下來中國是不是也面臨考驗 當然 因為這個戰場是沒有變的 認知作戰 經濟作戰 這個金融跟這個市場 這幾個是兩方面作戰的 那灰天鵝 灰虛擬一定有的 那不管是川普或者是拜登繼續連任 他一定會出手 不會停 但是中國畢竟還是美國很多企業的最大市場 在我這邊賺了滿盆滿博的鈔票 如果說翻了臉 他們損失大了 所以三中全會還沒開完 這些企業主就跑去了 趕快去找出路 但是你要曉得 川普並不會在乎你們這個私人企業的 講起來民主國家要鼓勵他做生意 但是在他的施政之下 他不會管 但是也有個好處就是說 川普要在乎他國內的通膨 是不是因為加關稅不漲得更高 那這個東西就有妥協的餘地了 至於布林肯現在跑去找中國大陸 四周邊來圍堵中國大陸 這個可能就馬上破功了 因為川普上台 他是孤立主義 他不想擔任世界警察 他點了名那麼多國家 什麼蒙古 遼國 越南 菲律賓 新加坡 這裡面除了日本比較聽話 其他的都是風吹兩邊倒 阻止外交 他不會聽你布林肯這個末日大將 已經是眼看了就要失業了 講什麼話也沒有用 尤其這些國家哪一個 不要給自己的國家打算盤 第三個 認知作戰 現在中國大陸也做好準備 它開放全世界多少個國家 一個禮拜 就144個小時的免簽 這就把以前很多認知作戰 什麼高鐵沒有靠背了 新疆人被迫害了 窮得一塌糊塗了 人家到了大陸看的都是surprise 就是沒有想到現代化的速度 超過他美國 所以認知作戰 中國大陸是有準備的 經濟作戰也是 就雙方來討論 第二個 你美國的外在也那麼多 中國大陸手上你也這麼多 除非美中開戰你才能沒收 不開戰 大陸在操縱買賣中間 你美息提高我就賺 美息量低的我就賣 那就讓你這個 美國在取外債就比較困難 所以加上金磚上合會 也可以分掉你一部分的金融交易 這個也是看到事實 而且中國大陸也在拓展非洲 中南美 中東 這些國家的這些貿易 所以他不是沒有替代方案 當然可能要經過好幾 一兩年的奮鬥了 像這個晶片來講 你再給他三年 你這個回答的晶片 他可能就不要 他自己的鴻蒙系統 已經可以擔任的角色 這一次不是非洲發生這個 菲律賓發生電子作戰 全世界微軟系統都受到干擾 中國大陸沒有 因為他有自己的系統 所以你慢慢就看出來 不管武器系統也好 電站系統也好 自己能夠製造 受的傷害就小 我們這邊靠購買 國外武器的就受制於人 零件不給了你就停飛 這個問題就是在這裡 所以慢慢看出來 大國博弈裡面 這個國家的國力的優缺點 都可以看得出來 雷老師我們來請教一下 這個左教授 您又是怎麼看的 尤其是現在 很多人都說 這布林肯接下來要去到 這個中國的周邊國家 恐怕大家也都是不會 給太好的臉色 現在當然美國現在局勢 出現了一個變化嘛 就是拜登退選了之後 原本大家是這個等著看 這個下一屆川普要怎麼做 現在稍微可能要平衡一下 也不能完全就是不理會 這個布林肯了 但畢竟來說 現在選舉的局勢未定 所以布林肯當然這個 這個訪問會比過去要吃力一些 但另外一方面當然主要 大家還是在關心一些 基本的問題就是說 拜登現在剩下的任期 能做什麼事情 讓他的承諾能夠繼續 到下一任能夠 到下一屆政府仍然能夠持續 除了賀錦麗當選之外 如果拜登 如果川普回來 拜登能做什麼 可以有助於這種 他的承諾能夠延續的 包括是預算的提前撥款 還是說他相關 能夠簽署一些協定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會關心的 就好像在北約 他們簽了這個 關於烏克蘭的安全協議 一樣的道理嘛 就是說你要能夠有效的 去拘束下一屆政府 我想這個大家是最關心的 那我也注意到這個 在布林肯來訪之前 菲律賓跟中國大陸現在已經在談 怎麼去緩和在仁愛礁的情勢 這個很顯然也是大家知道 就是說美國現在主要的焦點 是在內政 在內部的選舉 因此怎麼樣避免呢 就是美國他缺乏對於 這個周邊形勢關注的情況下 反而就孤立無緣 因此當然不希望跟中國大陸關係 搞得太僵 我覺得這個也會反映在 布林肯這一次的訪問裡頭 那當然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就談到這些美國的企業主管 因為這個賀錦麗 跟矽谷的企業家很熟 他在進入白宮之後呢 他跟華爾街也建立了關係 尤其他的夫婿還是猶太人 那麼這些因素都會使得 因為大家知道像契谷也好 或者是華爾街也好 他們傳統上就是比較支持 跟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的 比較支持雙邊的投資的 相對於這個所謂 不管是鐵修帶也好 或者傳統的製造業也好 他們是更加支持 跟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 因此這個會不會提前發生效果 就是說他可以作為一種概念 作為一種刺激的因素 去激勵這一方面 有更快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值得關注的 特別是在於說 他的現在這種雙方的互動 有沒有可能在選前 轉化成為他國內 能夠提振他經濟的一些 馬上有效的這些成果 能夠去緩和美國相對來講 他的收入停滯 或者下降的這些人 他的這種生活水準 我覺得這會是我們另外一個 值得觀察的面向 只是我們想要請教 翁教授的是 現在是不是蠻多 美國的民間企業 都開始到中國大陸 也是在尋找自己的現場 確實是這樣 因為美中之間 我們就說美中看起來 大家在看國際政治 好像紛紛擾擾 吵吵鬧鬧 然後有人在講要脫鉤什麼的 政治上面很多的衝突 可是真實的數據騙不了人的 就是美中之間的貿易並沒有減少 甚至是往上走的 6000多億美元的 一年的中美貿易 這騙不了人 他代表的是美國的企業主 雖然在政治的這種氣氛 非常負面的情況之下 仍然在中間找出他們生存的空間 而且也積極的在試圖 要繼續保持這個連結 所以我們看到 雖然美國有一些制裁 可是甚至是對於譬如說NVIDIA 這些晶片特別晶片的制裁 但是NVIDIA也是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他們也針對美國的制裁 研發另外一些 可能效能沒有那麼強的 希望可以滿足政府 政治人物的要求 但是仍然可以繼續 跟中國大陸來做生意 幾個面向 第一個是要繼續做生意 因為企業是有獲利的壓力的 再者如果說不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假設說完全在特別的晶片上面 進行了脫鉤 失去了這個市場就很難回去了 因為過去這幾年 我們看到的情況是 中國大陸在面對制裁的情況之下 他必須加速他自己的自我研發 也就是剛剛帥將軍所說的 當他沒有辦法再依賴美國 沒有辦法從美國購得 所謂的先進晶片 他必須要找出他的生存之道 就是快速的研發 也許你可以說他研發的晶片 品質沒有那麼好 但是逼迫之下 他找出求生之道 他的晶片的素質 跟整個的產量都在提升 對於美國的企業來說 他眼睜睜的看著 本來是自己的那塊餅 現在變成了中國企業的 自己拿下了 變成內需市場了 對於美國來說 那等於是看著利益不見 所以我們說政治跟進 然後回到美國的政治 其實這些美國的政治 美國的企業跟政治人物之間 有政治現金的連結 這個政治現金也許不能夠 馬上的在現在這種 美中的對抗之下 馬上造成直接的改變 美國的對中政策 但是它不是沒有效果 它只是什麼時候會發生 也許不是在現在 但是川普上台 尤其大家在談生意的時候 會不會政治現金 開始就會出現一所作用 剛剛卓老師也特別提到了 其實就算是賀錦麗 他也有很多的企業主的連結 我相信他們也有一些 也面對一些壓力 最後很快的講一下 這個布林肯的訪問 其實我們說拜登總統退選 當下他就等於是跛腳了 剩下這幾個月的任期 總統都跛腳了 他身邊的左右手 左右大將 真的要能夠傳遞出來 美國的政策代表什麼樣的 美國的領導能力 坦白說我必須說 可能是這個行程早就安排好了 沒有辦法臨時的取消 現在所傳遞出來的效果 恐怕真的是非常